第一百二十四回,謎本善,鍾情色皆天,色靈蜜, 然仿玉芝麻,話說美少年與陀子所在山峰, 因高聳入魂,上面畢生雜書, 只有怪石鳳擊裏,疏疏密密並生著許多奇古的蟻蟲, 火火都視輪昆盤旭,磅薄於迴, 鋼針若戰,鐵皮若倫,骨幹屈身,在天風中腰繳藤磨, 軟若龍蛇身長,似要拔地飛去,陀子和少年對翼的盆石, 正在一珠洲有數為,高材像許,任福素某的大蟲蓋下, 兩個黑缽裏,裝著許多鐵棋子,大有串許, 看去好似一色,沒有黑白之分,敲在石上,發出丁重之聲, 與蟲徒天風相應,清陰如耳, 那棟月也在一珠蟲針極密的矮蟲後面, 月旁懷有一塊兩象多高的怪石,恐竅玲瓏, 形狀奇古,人立石後,從一個小石孔裡望出去, 靜看得見前面的盆石和那兩人動作, 石前的人,卻絕難看到石後,龍姑見有這種絕好隱蔽,便從月口轉出, 運氣提神,輕輕走向石後,觀察那兩人動靜, 新綱立定,便聽那少年說道,晚輩還奉屍命, 有時鬆惡,老前輩國手無敵,晚輩現在業已輸了半指, 難道再下下去,還要晚輩輸得不可見人摩? 說道這類,那陀子將開大口嘻嘻一笑,聲若龍淫,龍姑方角有些已熟, 那陀子忽地將臉一篇,對著他這面笑了一笑, 愈發覺出面熟而嘻嘻,看神器好似自己終職已被他看破, 不由大吃一驚,總覺這陀子時在那裏見過面, 並且不止一次,只苦於想不起來,當時因為貪看那美少年的風而, 陀子葉二轉過頭去與少年談話,色彩那一笑,似出無心,便也放過一旁, 繼續留神靜聽二人說聲什麼,那陀子先聽少年說了那一番話, 只笑了少,並未答你,這時忽對少年道,你忙些什麼? 我,百蟻子此時正片處去尋尋蟻子,到百萬山赴東海三仙之若, 你去鬆惡也見不著,還得等他回來,此時趕去有甚意思,還不如留此陪我, 多下一局棋,周邊看看鬼打架,豈不有趣,那少年答道, 幾時家師不再鬆惡,弟子去也無用,老前輩原機內營,足趙萬丈, 此次三仙二老君往百萬,不知妖孽可會流亡,說時又在石的又割下了一指, 陀子答道,妖孽惡冠滿盈,氣數該盡,不過這業障鐵也空還雕糕, 如非魔限已終,三仙所念的生死悔名幻滅六門兩而未趁真, 連那順陽之寶,雖然厲害,無奈他員工奧妙,陣法不能當時施展, 稍微被他警覺一聲,至多斬掉他的驅殼,願神仍是不能消滅, 偏我逐日如見天師派天矮子,懷著殺徒之仇,執意要尋天回義女為難, 使我擊他道一成敵人,聖者為憂, 只願自己師父傳授不高,不能嫁人勒手,你那業途須終了百味針, 若非妖業者體還原,並非沒有救法, 你們自己同黨尚且相殘,何況敵人,像這種學業尚未練成,眼睛沒有增開, 豈與下流為五而吸師父丟臉的徒弟,早就該死,還吸他捕什麼手, 既要怪東怪西,頭一個就得去尋那去他的同黨算帳, 欺軟怕硬,算的是那門子一派的教祖,天矮子向不服人,文言大怒,便要和我交手, 我又逗他你和我交手還祖,第一你先去百萬山,把你業途的仇報了來, 你如無恥膽子,我還借烏龍展給你助威,試完之後,我准明遠端午到雲南去登門求救, 我當時不時不願和他動手,實恩適年我未到有助過我一臂之力, 久無二報,恐他們大功難成,本要親身前去相助,難得巧遇三寸釘, 他性情執咬不下於我,他也會這種分神化練員工,他只要被我激動,一到百萬, 必定好性貪工,至高奮勇,正好由他去見頭鎮,讓三仙道有秋紅布置, 誰知他果然終了我的道兒,粉粉要走,我還怕擊他不救, 行前我又對他說道我知你這個沒出色的三寸釘, 只為你用一個女孩子來脫劫勉難,自己當了皇伯不算,還叫陶子陶孫都當皇伯, 我生平除傑落同子愛,沒有人敢在我面前叫陣,早晚不給你看點顏色, 你也不知我陀子貴姓,他知我是那下樓女孩母親的舊友,他那種做法也太不冠冕, 便說他並非誠心那圈套給人去轉,實因那女孩母親求他找婚時,見那女孩之質還不錯, 只是先天為留的惡根太厚,早晚必聚入任業,認神燒毀,不堪為他弟子不配,不肯答應, 經不住那女孩的母親在三苦求,她因以前好有知情,又念在那女孩母親苦收數百年, 只有這一點骨血,連換人都沒一個,眼看快遭天極,能避與否,尚不可知,當其圖窮日無知際, 不好如是堅拒,才將婚時答應,起初圓想過想幾年,查明心跡,引入他的門下, 誰想哪女孩天生葉君,無法真拔,半夫背無,飲過重重,如依他徒弟心理和他的家法, 本應將其斬雲珠體,但時益則看在網友婚上, 已即他自己以前又不是沒有看出將來收場結果, 想了想他教中原有獻身屬罪之條,才暫時放任,留為厚用,我沒等他說完,便批了他一口,說到, 那女孩衰沒出色,你若使其夫妻常在一起,嚴格管束,何自淫當放日都不可收拾, 你明明眾人為惡,好供你將來的犧牲,還當我不知你的奸謀魔, 他文言冷笑,答說慢說他徒弟是他承繼道統之人,不能常為女色擔誤公衡, 就事任其夫妻常聚,也不能滿其欲確,如其不信,盡可前往實地觀察,便知我所說真偽, 他那種辦法,此時看去,此傳思念,其實還是看在故人情分, 使他到時生死而魂魄不喪,仍可轉結為人,否則那女孩淫根太深,即惡過重, 以日必追乃無後塵,而道力又不如遠懸,萬難似乃無一般僵行脫劫,以致刑灰神滅, 豈不更慘,說完便和我定了後會知若而去,他前往百萬,我淨可省此一憑, 想起那女孩的母親也爭與我有救,情之天危子所言不謀, 但是幻想親來看看,萬一形可真拔,迷途之番, 豈不倒了天危子的嘴,及至到此一看,這女孩真是無可救揚,只得由他去了。 那少年度,同門諸偉師伯宿與老前輩,盡有不少鄉火恩怨, 這類的事,老前輩色彩以言說之恩果,只一舉手,便可使諸同門化險為疑, 又何必可觀成敗呢?那陀子答道,你那知就女,一則劫數所關, 二則我與別人不同,人不犯我,我也向來不好管人閒事。 照你所說,各旁門中盡有不少舊友,若論交情深淺,豈不便是我未知的呢? 那少年也不再答言,此在專心一意地下期。 那陀子說完了者一直說,兩眼漸漸閉合,大有神倦欲竭神氣, 龍姑這時須再留神偷聽,一邊還貪看那美少年的風義, 僅僅猜定陀子須不是我未同黨,也決不是自己這一面的人,別的並未注意。 第二,後來聽出陀子所說的天矮子,有點像雲南孔雀河伴的天靈子, 又彷彿在說自己與紅血兒結婚經過, 愈聽愈各自意,聽陀子之言,自己所行所謂。 天靈子使徒已然知道真相, 怪不得上次紅血兒回山, 信他如此冷漠, 只是紅血兒素上升如烈火。 天靈子也不是好事的人,可以裝作不知,不和自己破臉, 愈說有用自己之處,紅血兒不雪。 天靈子願供奧妙,道法精心,若如天極, 豈是自己之力所能發解。 又各有些不類,心中好生驚異。 約照前半年間, 絲龍骨子在山中隱居, 雖和孫寧波同流合污, 龍蛇壯男偷偷摸摸, 畢竟手著無份,膽子還小。 那時愚民陀子這一番話, 終不驚雲喪拍,痛改前非, 也會暫時念即修心, 不敢大意, 再聽出那陀子與母親友舊, 必定上前跪求解面。 何至遭受淑後慘劫? 無奈近來群魔包圍, 陷力以心, 淫斤太重, 迷途難翻。 先是有未嘗不入以驚心, 不知怎樣才好。 繼一尋思, 天靈只使徒記以知道自己行為, 即使從此回頭, 不和愛人往來, 也缺挽回不了丈夫昔日的情愛, 縱使和好如初, 也受不了那種守活寡的歲月, 烈火祖師門人眾多, 聲勢浩大, 本領也不在天靈子以下, 時已至此, 索性將錯就錯, 先法制人, 即使明白與孔血而斷絕, 公然投到華山派門下, 還可隨心任意, 快樂一生, 看他司徒其內我可, 想到這類, 不禁未非適無, 對陀子底下所說, 也不再留神去聽, 只擺一雙肖目, 從食縫之中住善那美少年, 愈看心裡愈愛, 色令自分, 景看那美少年無甚本領, 若非還看出那陀子不是上人, 自己色彩又不該不留神, 鬧了個頭破血流, 混身血污, 不好見人時, 幾乎要現身出去, 勾人一番, 才青心意, 正在恨那陀子外眼, 心仰難鬧, 猛想道, 看這陀子氣派談吐, 都不是個好相識, 這封物以姑婆嶺, 必已得了虛實, 那美少年明明是我眉門下無疑, 萬一陀子為他所動, 去座敵人, 豈不是個隱患, 何不成他不比, 禁忠給他幾非針, 躺若僥行將他殺死, 一職除了強敵, 二職又可敲山政府, 將那美少年鎮住, 就勢用法術將他迷劃, 撕回山去, 豈不勝處逼人十倍, 除想, 隨即將頭編過石旁, 準備下手, 印猜筆透陀子深淺來歷, 盛恐一擊不中, 反而有害, 特地運用員工, 將一套圓女針引念光芒, 隨准陀子由太陽月發張出去, 那金針初發時, 恰似狗根彩絲, 比電閃還疾, 眼看陀子神色自若, 只在下期, 並未覺察, 一宗此針, 便難活命, 就在這一眨眼的當兒, 那少年縮地抬頭望著自己這面, 將手一揚, 彷彿見有金光一閃, 那陀子先把右手一抬, 此在指著小年, 那金光並未飛出, 同時陀子左手卻把那張棋子的黑撥拿在手內, 搭向右肩, 潮著自己, 陀子動作衰快, 看虛卻甚鬆容, 連頭都未回望一下, 那其撥飛金飛石, 如外並無二處, 說時遲, 那時快, 龍姑的九根圓裡計合好飛到, 只見一道烏光, 與針上的五色霞光一果, 以聽的人人人十來聲勢響過處, 遠如石沉大海, 無影無蹤, 龍姑大吃了一驚, 這才知道輕劣苦蘇, 陀子定不肯金幽, 剛想重用法寶非劍防禦, 陀子不知取了一件什麽法寶向龍姑反襲過來, 一出手便是一團烏魂, 輪走隱隱, 一陣風搬朝龍姑當頭趙來, 龍姑亡使非劍防身, 欲待架起頓光退避, 以來不及, 當時指角眼前一刻, 身上一陣奇痛, 神志忽然昏迷, 暈死過去, 過了有好一回, 角著身子被一個男子抱在華中, 正在溫泉苦魔, 甚是親戚, 被奸還不時聞見一股紫溫香, 起初還兒是在夢中, 微增微目一看, 那人竟是個美貌少年道士, 微若橫代, 木齒秋波, 流轉之間隱含味泰, 一張臉紙由白女又翻出紅來, 羽衣聲冠, 容色麗刀, 憂雪男子, 連女人中也少如此絕色, 轉角色才和陀子對賓的美少年, 風神進朗須有過之, 若論容貌的溫柔美好, 即還不及遠慎, 尤其是灰衣之間, 哪道士也不知染的一種什麼香料, 令人聞了, 至要心蕩神耀, 春絲玉活, 見他緊勾纖妖, 低聲頻喚, 旁邊環放著一個盛水的目瞟, 看出並無惡意, 光耀開言問訊, 哪道士已言說道, 先指你吃苦了, 依了龍姑心思, 還不捨得就此起身, 到底與來人還是初見, 已經醒, 轉, 不便再賴在人家懷慮, 才代作世要起, 哪道士更是知情色趣, 不但不放龍姑起身, 反將抱龍姑的兩手枉懷裏緊了一緊, 一個頭直貼到龍姑粉臉上面挨了一下, 龍姑為美色所願, 巴不得道士如此, 先還故意強作起立, 被道士連連扭抱, 不住溫泉, 早已根骨佳蓉, 無力再作客套, 只得羊收搭道, 色彩被困在一個陀佩妖道之手, 自分身為義物, 想必是道友將我夠了, 但不知仙虎何處? 法號是何稱呼? 日後也好徒步, 道士道, 我以和仙子成了一家, 日後相處甚長, 且憂問我來歷, 色彩見仙子滿身血泥污衛, 是我尋來清水與仙子洗滴, 又給仙子服了幾粒丹藥, 才得回生, 請問恩何狼背自此, 龍姑此事業以色迷心笑, 又聽說道士救了自己, 愈發感激替靈, 不下沉思, 隨即答道, 妹子思龍姑, 就住前面姑婆嶺, 路過此山, 見有二人下期, 已是敵人, 前來規探, 被內中一個陀背道人, 收去梅子一套圓女針, 又用了髮針梅子製道, 幸得道興達舊, 那陀子不知酒了不曾, 那道士由西西盤問明了陀子的相貌, 雖然臉上憑現驚蟹之容, 龍姑及並未看見, 等到龍姑說完, 那道士忽然扭轉龍姑嬌區抱緊, 說道, 歸我細心, 不然幾乎悟了仙子聖命和功打我未的大善呢? 龍姑亡問何故, 道士道, 我便是無身牛肝俠鐵皮凍的溫香教主粉鞋而香無真人奉悟。 與烈火祖師、 獨龍專者、 市南溪等區市莫易之交, 因爲前數月獨龍專者爭派他們下弟子如得道牛肝俠請我往青羅附會, 偏口我不在山中, 往福建仙下嶺採陰陽草去了, 回山才知我未門下一桿小葉獎請來怪叫花窮神靈魂, 破了獨龍專者水火風雷摩陣, 強霸青羅附, 死傷了許多道友, 獨龍專者還被天靈子琴往雲南, 我聞信大路, 立世要代各位道友報仇, 光得下山, 便與黃山五魂報萬妙先姑許飛涼, 雪鵝未氣勢方性, 報仇還不到時候, 他們身近開闢了根本仲地營壁崖太圓洞, 裏面曾有不少珍寶, 還從狗懷疑植了肉汁, 吃了可以入聖超凡, 如今一班有本領導行的敵人都分頭在席連發補丹約, 準備鷹劫, 營壁崖只有幾個孩子在哪裏看守, 非娘來時, 蒸露與華山派的侍者, 雪史南溪在姑婆娘主持, 性我未無備, 去潛襲他的營壁崖, 奪走肉汁, 待眾道友報清羅之仇, 非娘本人因有要事在身, 不能前往, 便對他們來若我前去相助, 因我終年混由, 正那不定我回山不曾, 恰好半路相遇, 我苟無先子禮則先知, 別了非娘, 趕往姑婆嶺, 正行之間, 忽然看見下面山谷中有條齒龍飛龍, 斧頭藍鱗, 從未見過的衣秀, 剛落下頓光, 想看個仔細, 恰好如我一個仇人王那歌陀子, 正說要將你處死, 是我用法寶飛劍, 將陀子和那仇人趕走, 恐他們若人回轉, 怨你不利, 才嫁頓光將你攝到此地, 用清泉洗去你臉上的血泥, 又用我身大仙丹將你救轉, 只說無心之終究了一人, 沒想到你便是姑婆嶺的師仙子, 真可算先緣臭巧了, 龍姑這時已看清自己全身所在, 並非懸處。 由聽說那道士便是屎南溪常說的各派中第一個美男子, 身具陰陽兩體的無身牛肝下粉鞋而鄉無真人鳳嶺, 一聽驚喜交集, 全滅想到逢吾所言是真是假, 連蒙爭著立起身來下拜道, 原來仙場便是鄉無真人, 弟子多蒙救命之恩, 原是粉身碎骨,難以逃報, 原還未了, 逢吾早一把又將他抱向懷中流緊, 說道, 你我縮緣前定, 至多只可作為兄妹稱呼, 如此客套, 萬萬不可, 說吧, 順世虎下身去, 輕輕將龍姑粉臉問了一下, 龍姑立時辯國一股溫見暖氣, 觸提騷馬, 聲眼流眉, 飄著逢吾指點鳥點頭, 連話都說不出來, 淫男當女, 一拍便合, 再為西表, 也太烏壞春脈, 這且從略, 那逢吾乃是本書前文所說要人陰陽手的師弟, 陰陽手雖然食取同男同女真陽真陰, 尚不壞人性命, 逢吾卻是極惡任空, 天生就陰陽兩體, 每年被他弄死的見男少女, 也不知若干, 知從十年前與陰陽手交惡之後, 便在牛肝俠獨創一教, 用邪法連奏妖妖, 身上上有一種迷人的邪香, 尊一古惑男女, 象著玉身報師, 廣結妖人, 爭厚勢力, 真實本領比起陰陽手相差得多, 那陀子卻是本書正邪國教前一倍三十億個能手中數一數二的人物, 性命來歷,且容後聚, 那美少年便時追雲守百谷日的大弟子惡文, 兩人都愛為企, 因此結了望年之交, 這次陀子用激張言語說動天靈子去往百萬山後, 想起金針聖母友誼, 特異道姑婆領點法師龍姑, 先給她吃了點斧頭, 然後將她帶到諷山, 交給陶龍師太善法大師, 願想使她躲過我未知役, 託陶龍師太子點迷途, 管束歸正, 誰知師龍姑摩劫太深, 葉障重重, 陶子到了諷鳳山, 陶龍師太也以她去, 指成她徒弟廟姑和神秀虎面藏標看守動虎, 陶子將她交給廟姑, 觸託一番,便即同了惡文走去, 苗姑見龍姑一身都視血泥污衛, 陶子須用了解法, 尚未醒,轉, 想進動去取點單藥泉水, 與她服用, 塞一轉身, 正如逢不得了許飛娘之順, 從巫山趕往姑婆嶺, 她以前在岩蕩山吃過陶龍師太大虎, 並不知陶龍師太移居此山, 一眼看見那神獸在谷中打頓, 割著稀奇, 身材落下, 便見崖上躺著一個面有血泥的女子, 似乎狠味, 深光動得一動, 忽聽風雷破空之聲, 看出是屠龍師太回山, 黑了個魂飛拍山, 行而守閘眼快, 望將身形引起, 屠龍師太也是著名勒手, 近年不大好管閒事, 萬無了都有人敢來窺事, 一道便往東中飛去, 苗姑自然說了前事, 就這問答功夫, 谷底神秀祖民見崖上生人氣未醒, 轉,無考不考, 逢吾行法太急, 又正站在龍姑身前, 連龍姑也一起引起, 逢吾先還指以為龍姑是屠龍師太身修弟子, 自己既沒備受人看見刑中, 更可借此洩去淫落, 以報昔日之仇, 一見神秀村上崖來, 不聞青紅造白, 將龍姑抱定, 攝了便走, 屠龍師太和妙姑聞得瘦小, 出動一看, 人已不見, 只當龍姑自省逃走, 本就不願多事, 並未追究, 倒是逢吾淫賊膽虛, 飛出好園, 才令尋了一個幽闢山谷落下, 尋來清泉, 洗去龍姑臉上血泥, 竟是美如天仙, 再一虎摸周身, 更是肌膚魂尼, 或不留守, 起初還怕他掘強, 不肯信從, 正要用斜髮取味, 龍姑已驚醒, 轉, 極路愛穴之情, 亦發心中大喜, 再一文明來歷, 才知還視同道, 這還有什麽說的, 隨便摘了一個山洞, 盡情極致先一道, 彼此都個別有其趣, 得未曾有, 又互相扭抱溫泉了一回, 商量一同迴轉姑婆嶺, 這時已是次日清神, 龍姑問起道路, 才知離家議員, 兩人便一起架頓光, 手挽手, 枉姑婆嶺飛去, 到了洞前落下, 逢吳忽然想起一時, 援住龍姑, 低聖竹父, 見了市南區等人, 又提與見陀子及自己半途相救情形, 只說無心在雲露中相遇便了, 龍姑不知逢吳連見陀龍師太都嚇得心驚膽力, 那女還敢去黃那陀子交手, 把她先時的信口互周當成真言, 竟以為她不願人知道和自己有了私情, 故意忍過這一節, 本想對她說, 史、吳, 危等人一向驅逝會開帽遮, 不分彼此, 只要願意, 盡可任性取樂, 日後勇不著顧忌, 因已行到動口, 不及細說, 因愛頭上, 自是百依百信, 笑著一漂眉眼, 略一點頭, 便即一同入內, 進動一看, 見裏面除了原有的人愛, 又新到了一個華山派的著名黨與肉乾真人金審子, 也時亦個生就欲面諸純的淫葉, 座中指長臂神摩鄭圓規與鳳吾上時初見, 如下諸人見了鳳吾, 區都喜出夢外, 分別施禮樂座, 從此一個個慶高采烈, 歡欣古舞, 每日照舊更花淫落, 自不必說, 使南溪派出去約人的使者, 緣分東南西三路, 中西兩路所請的人, 區已應約而致, 指派往南路的人, 有個頭陶名叫神行頭陶發聲, 卻未到來, 此人百無所掌, 非劍有甚沉上, 僅有一見長處, 是他最出家時節, 無心中得了一部異書, 學會一種七星頓法, 能借日月五星光華飛頓, 信息千里, 非行最快, 那東西兩路派出去的人, 緣都時見了所約的人, 只需傳了口話, 計了簡貼, 事情一緣, 各自回山, 為這神行頭陶發聲, 使南區因他有七星光頓之長, 非行絕跡, 道取玉之大有用處, 特地命他與被請的兩人同到姑婆領天命, 起初旋計他去的地方須緣, 回來也最快, 誰知人已到齊, 以他請的人未來, 連他本人也秒無音信, 即等到第四日過去, 也不見法聲回轉, 知他雖然憑數膽小協敵, 卻極善於忍積頓途, 不知被敵人在途中擒殺, 而且所約兩人, 乃是南海復牛島山湖窩的三仙, 南海相同恩良, 恩對, 驅非尋常人物, 萬無蹤途出事之理, 想了想, 想不出事甚緣故, 這些人業, 多半是惡官滿營, 伏諸在職, 並未深思, 也不著人前去打探, 以為我未知幾個道淺力博的後輩, 師子博套, 何須全力, 南海相同不來也罷, 既然定了日期, 決計到時動手就是, 光陰二世, 不覺到了第五日子正時刻, 任數堂果然如其趕到, 他本人雖然一樣犯了色戒, 情慾不斷, 畢竟旁觀者稱, 一見這群妖業任意淫落, 公然無忌, 便了知此次暗襲惡微, 縱使暫時勝利, 結局也未必能討好, 早就定了退身之賊, 如眾人略微見禮, 胡道景仰, 已到了動身時刻, 一干妖人由市南區為首, 紛紛離動, 各家妖頓見光, 齊往我未山飛雷洞前飛去, 這一干妖人, 只說我未到是身後生小輩, 中有幾個資質交階, 受過真傳, 也不是自己一面的對手, 何況又是潛侵暗襲, 不愁不愁到成功, 沒了到他這裏還未動身, 人家早已得信準備, 自從嚴仙令仙學回山寶境後, 靈魂等人早就日夜留神, 接著又連接掌教夫人非見傳書, 指示姬儀, 指示金蟬, 英勤區都有事姬身, 離山他去, 這橫不算, 指靈的獨角神咒, 現在有譚大師那裡, 等容仙佛化去橫骨, 神雕降雨與靈元元星, 有欣英勤一走, 也都跟去, 這三個雖是披霧大腳的畜生, 卻是修煉多年, 心通靈性, 要用來觀察力清, 防守動苦, 有時比人還更有用, 這摩一來, 無而短了好幾個有用的幫手, 靈魂等知到敵人世成, 責任重大, 哪敢大意, 徐張石, 照請來, 連同仙婦中原有諸同門, 妥善繼以, 通力合作, 定下防守之策外, 由命子先去將之先換來, 對他說道, 仙婦不久便有二派來此侵犯, 自在得你和仙婦埋藏的重保, 我等以奉掌教真人之命, 加緊防禦, 調無閃實, 你知以即先輔, 我等恩見你修道千年, 殺非容易, 由敢你靈血救人之德, 是虐同門自有, 既不以以淚相待, 亦不記於你的先體靈質, 以助成道之用, 你卻因此忘了機心, 上次在眉塵陣前, 吃了楊誠智的大規, 幾乎送了聖命, 未此不是你樂極生悲, 上天給你預兆, 後來我等回山, 斥責楊, 將等人, 你以為無人敢再侵犯, 故太福盟, 夜大仙虎, 盡多美景, 難道還不足矣, 昨日諸仙姑往前山解脫陰, 去取如仙姑的衣物, 歸途境見你獨自在前棟門外, 醉一惹套遊玩, 再有多年功行, 患事如此頑皮, 萬一遇見邪魔二派, 我等不知, 何能救援, 躺或高了妖業的殘民, 豈不悔之無及, 現在為你安全設想, 你身間之處雖然仙境最好, 仙果繁殖, 因為這次來的妖人區非弱者, 性恐慌形隱身, 潛來到你, 容易被他發現, 色彩和秦仙姑商量, 因你平日滿崖遊行, 地理教我等要熟得多, 著你自尋一所隱備奧區, 將你仙根移植, 由秦仙姑再用仙法掩住敵人目光, 只是此法一師, 非自破敵而後, 你不能善自離體神遊, 你心通靈性, 當能逆了, 如自知無事, 只須多加小心, 不離本動, 也無須多此一舉, 如各將來仍有隱憂, 還須依照我等所然行事, 以免自誤, 知先先時聞言, 念上了現經易知識, 及聽靈魂說完以後, 也未表示可否, 敬自非也此地跑向若蘭面前, 拉著衣角往外拖拉, 眾人去當他要拖去看哪隱備地方, 知他隨今時外, 和若蘭, 英勤, 指先三人最為親熱, 所以丹拉若蘭, 靈魂, 指靈自是必須前往, 如人也多其他好玩, 都要跟去, 誰知眾人身材站起, 知先卻放了若蘭, 不住擺手, 又向各人面前一一推左, 眾人都不解釋何容易, 靈魂問道, 看你神器, 莫非只要新仙姑同你一路, 不願我等跟去嗎? 知先點了點頭, 靈魂知他必有容易, 又見他神太急前, 便不多問, 難處眾人, 單命若蘭隨往, 知先才高興地將著兩隻又白又嫩的小手, 挑起身往若蘭懷裏面撲, 若蘭知他要抱, 剛身手將他抱起, 知先便急著往外連紙, 若蘭抱起知先出洞之後, 眾人重有樂作聚談, 指靈魂猛想起靈魂色才說, 朱文在迎逼崖頂的洞門外面遇見知先之事, 便問朱文道, 朱文道, 朱詩子從解脫恩回來時, 最後處遇見知先, 可憎看清他追的野兔是個什麽模樣嗎? 朱文道, 朱文道, 我當時因爲降落甚速, 才飄了一眼, 看見他追的那東西雲生雪白, 有兔子那麽大小, 並沒看得仔細, 一仿眼便追到草類去了, 我因知先還要往草類去追, 想起他關係重大, 不論哪一派人見了這種靈物, 誰都誰言, 他又沒有能力抵禦, 恐受他人侵害, 才轉身回去, 將他抱起回動, 可笑他忌愁心甚重, 因爲昔日禪帝在九華得他時節, 我爭勸禪帝就手將他生吃, 補助道行, 禪帝不肯, 他卻永遠忌在心裡, 從不和我親熱, 這次抱他時, 他雖沒有像往常遇見不願的人, 便往土裡轉去, 可也在我手裡不住掙扎, 口裡亂揚, 小手往後亂舞, 我也沒理他, 就抱著一同回來了, 迎頭遇見大獅子, 才沒說幾句, 他便留下地去跑了, 指令好似對諸民後半隻說不慎注意, 搶聞道, 那東西獅子未看清, 怎便說是野兔呢? 諸民笑道, 我今兒還是頭一次見巡大獅子 這摩打破沙窩問到底, 剛才不是對你說過, 那東西是白白的, 洞外草場, 看不見他全身, 彷彿見他比兔子高得多, 還有一雙紅眼, 百無紅眼, 又有兔子那般大小, 不是野兔是什麽? 指令還未答言, 靈魂已聽出一些言中之意, 便問指令道, 文媒雖然年來公行精進, 但事悅力見聞, 都比兔子媒相去遠甚, 聽靈子之言, 莫非這洞外又有什麽靈物出現嗎? 指令道, 大獅子所言極是, 諸偉獅子請賞, 那支仙秉天地靈受清和之氣而生, 已有千百年度行, 非極憂正明麗之驅, 不肯涉足, 聖聚喜極, 豈肯與秀為悟, 不肯涉獅子請賞, 他須是靈物, 膽子極小, 見了尋常從智, 尚且驚被不拯, 何況是個野兔, 怎敢前去追逐, 照色彩拉扯身獅子情形與諸獅子所言對正, 那東西缺不是什麽野兔, 說是匹小白牛白馬, 比較對色, 縱然不是知仙同類, 也是天地間的靈物易補, 大獅子說他大膽, 善智出遊, 據梅子看, 他無險出遊, 決非無故, 既不要我們跟去, 必有原因, 笑是新獅子回來, 便知分曉, 如說是他領人去尋那被迪之所, 恐怕不像, 正說之間, 若蘭已抱了知仙迴轉, 知仙兩隻小手勾著若蘭撥紙, 口裡不主要, 也聽不出說些什麽, 看神器好似有些失望, 手裡卻是空無所有, 諸民首先問道, 蘭媒, 知仙可真是領你去尋一匹小白馬嗎? 若蘭道, 若蘭道, 馬到盡馬, 可惜馬了一匹, 我又妄撞了些, 被我將他驚走, 用鮮詩傳我的法術阻蘭, 以來不及, 聽秦大師志之言, 那馬定是之先同類無異了, 眾人便問究竟, 若蘭道, 我起初也當之先是領我去尋地方, 我抱他出了洞, 依他指的路到了仍逼崖前, 他又用手往崖頂上紙, 我便加劍光上去, 走出前洞, 直到昔日英勤獅子葛古鳥村的崖石底下, 之先忽然爭脫下地, 用手拉我, 以獅士教我藏伏起來, 我一時未得領悟, 他已離開我, 往心草淚飛破過去, 我跟蹤一看, 原來是一個有兔子大的白東西, 當時我愈望著使用小修羅頓法, 連之先一起禁制住, 必然可將那東西擒住, 偏偏我看見知先擲到哪東西背上, 江騎上去, 叫了兩星, 那東西兩條後竹忽然似然相飛, 往起一樣, 將知仙跌了一膠, 回身似要去咬,我恐傷了之先,不加沉思,先將飛劍放出去, 願想活絕之先,並無傷他之意,誰知之先落地時, 竟將他一隻後腿抱住,沒有防開,等我看見,劍光葉已飛到, 嚇得那東西像而提一般叫張起來,之先連忙放手時, 那東西想被劍芒微微捱著一下,受了點傷,慘呼一聲, 便轉到土裡去了,這是因為新臨其境,才略未看清, 那東西生德州新雪也似白,比玉環要光亮,長方的頭,長著火紅的一雙眼睛, 這時聽你們一說,又想起那東西抬腿時,兩腿又提毛爪,提上直分銀光, 說他像匹小馬,再也不差分毫,知先見他這了土頓,急得直朝我亂叫亂跳, 好似我如早用法術禁制,定跑不脫,即使我不管他, 也能將那東西抬腿時的,後來我想再仔細搜尋, 指先卻攔住我,拉我回來,其實太如先事不難,大家同去,也許人多守眾,還跑不了呢? 說時,指先已增下地來,往洞外走去,指先追出洞去,已經不知去向, 指靈由細細問了問那小馬形象,對眾說道,天地生物,無獨有偶,本教昌明, 所以跌有靈物歸乎,哪匹小馬不是千年成形靈之, 也是何守烏一類的靈藥,經多少年修煉而成? 據我猜想,知先和他必是同類,聲聲相識,恐為外人侵害, 想連他以直先輔中來,與他作伴,這種靈物,最怕受驚,但願莫被新獅子非劍所相才好, 不然他既受了虧損,還變成驚功之鳥,或者置疑他處,潛藏不出,我等終有法力,他不現形,其內他可, 再要避以派妖人遇上,不問他死活,只逃到手,暗中得了去, 豈不可惜,靈魂到,是幾過去,知先不讓蘭梅再尋,想必靈物以不易得,如今既已知到知先無險獅子出遊,是有所為, 惜才有足負過他,他本來零為異常,不領我們令沉藏身之處,或者知到無須,也說不定,在我為求萬全, 須替他待某為事,秀雲間那邊輪近單臺,師祖先鎮在彼,敵人縱然偷如進來,也不敢輕易前去攝險, 就凡難會與姊妹在那裡尋一善地,今晚去末子初,意氣交替之時, 將他先跟移籍,用法術封鎖,破滴之後,再任他自在遊行便了,至於新發現的靈物,雖然暫時無瑕及此, 但事與為外人得去,不但可惜,而且二派中人多是狠毒,只顧自己便宜,必定加以殘殺, 不似我等一樣也用他的精血,卻給他另有保益,愛護為恐不治, 喜先不知,也賭罷了,既已知道,已能就守住我觀天地間靈物以保, 葬身妖孽慘敏,不過目前防禦是急,兩害相拳,雖棄其興, 我們也不便專注此事,諸偉師子師弟,可認照先前所以行事, 自由欄會與姊妹附存是傳動之責,略可兼顧一義,在妖人未來侵犯以前, 隨時同往靈物現身之處上機視察,二位師妹驅善藝術, 躺能遇上,必可生琴,再去尋著根源,好好移植在之先一喜, 日子一久,野性折退,豈不由給仙婦添一活補, 躺如靈物因受難回劍傷,驚遁入土,或即因此好了原精, 不能快應神柔,藏根之所必然有些異樣,以異為師妹之敏惟與道歷, 只需細細尋蹤,想必不自疏漏,如還不得,便是我等無此原法, 只好自掌教師尊迴山,品名之後,再作計較,中間一有景紹,便須迅速應付, 公知危局,不可言誤,靈魂雪原,指靈等驅到呈善遵命,當下便趙先時相定人選配置行事, 至即日起,至即日起暫停內收坐功,指示在已非雷動左近防守,探查敵清, 兼為先虎後動機閣,前洞洞頂有場未真人靈腐封鎖, 願不受外人闖入,但因昨日之先己能出游, 誰說之先善於討頓,能足形臉跡,通靈幻化,非妖人所能,也不可不妨, 特命指令,若難隨時循是全動全崖,以防萬一,隨子先本領最次,不堪遇敵, 在動內管束於,讓二人與南姑者帝外,如人均分斑在非雷捷徑, 後動口外把守,一經發現敵人,便會合石,照二人,一面迎敵,一面昏出一人非見傳書, 靈魂等須明知一二日內還不知出事,因爲責重力微,不能不先事演習, 如臨大敵一般,以免臨盡著荒,隨吳民其一人緣在後動職班外,如人均都各看職長,領命而去, 正念第一位… 正念第一位… 不是很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